东南亚的岛屿非常的多 你到那里去旅游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你自己的安全 但是华人有没有到东南亚去建立国家呢 有哦 以前曾经有一个叫南方共和国 但南方共和国究竟到哪去了 社长 这个民主共和国比美国华盛顿建立 那个美国民主共和国还要早11年 你是说民主共和国在这地球上面 第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是南方 1777年南方共和国 南方共和国就在沙巴这个地方 以前叫北婆罗洲 那边地很大 那边地大概台湾的大概将近有十几倍大有 这么大 十几倍大有 他至少有大概十六七倍大 整个婆罗洲来讲 那当时南方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个婆罗洲上面 他比较靠北边这个地方 那是怎样一个情况 当时在1777年 当时乾隆42年 清朝的时候 他当时有一个广东人 广东人叫罗伯 罗芳伯 叫罗芳伯 罗芳伯 他跟他一个朋友叫陈南伯 那因为陈南伯中间是蓝 那罗芳伯中间那个字叫方 所以后来取他一个蓝 一个方 叫蓝方共和国 他们在这边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 他们早期带领一百多个广东人到这边去 这边有矿 有煤矿 有金矿 有油 还有这边的动植物很多珍稀动植物很多在这边 那华人很多海外移民就到这边来求生存 那早期其实很困苦 一样会遇到很多侵略者 海盗什么东西 一大堆会来侵略 那当时罗芳伯他本身就是一个文武双前的广东人 跟他像黄辉宏 召来婆罗洲家 然后他本身文武双前以外 他从广东就招聘了很多当时所谓团练 团练和民兵组织一种 团练到这个婆罗洲这边 到现在的沙巴这边出事的这个地方来 沙巴 然后这个团练他就把它组成一个像部队一样 开始对抗外来的侵略 对抗这些海盗 这些要来抢夺东西的人 这些团练越来越强 广东人就好武 越来越强 后来到差不多大概经历的大概二三十年左右 他成立大概有三万六千多人的部队 他所谓三万六千人部队不是真的军队 他全民皆兵 所以三万六千人全部都是他的兵 很能打仗 到后来甚至一路就成长到二十万左右 成长到二十万这么多 对 那当时有荷兰 很多欧洲国家经常会过来 因为这边有金矿 要来强夺这个地方 这块土地太大了 台湾的十几倍 全部被他打跑了 所以当时威震南洋的 不是现在什么阿布萨耶夫 当时威震南洋的 是所谓南方共和国的这个 他们叫大唐总长 因为总统 但这些人对中国 当时对清朝还是很有 很有向心力 他当时这个罗黄埔建议 1777建议这个南方共和国 总共成立了107年 在这个地方生存了107年 那他当时还派人去跟那个乾隆皇帝说 朝共 说你封我在这边 就干脆直接封我在这边当王 那我还是要你的藩属国 我来跟你进贡 乾隆当时讲错了一句话 乾隆说什么 我遗弃的天朝气瓶 没有人爱的 没有人理的 凭什么来跟我要这个叫 你要称王 所以后来断然拒绝掉 屈服于乾隆之下 乾隆居然还不要 乾隆不要 对 乾隆不要 所以这是很错误的一个国策 所以后来这个地方 他就只好自身自灭 所以成立了大概106年 打了很多次胜仗 但是后来败在河南 河南的那个洋枪洋炮 整个过来 整个过来 他这个武器前出太大 所以106年在1884年以后 这个国家才灭了 那这个国家在这边 成立的时候 总共有12个国王 历经十二代 所以这个地方早期在这边 你说现在阿布萨耶夫 不是 以前早期在这边真的 走去看他 以前刚才有提到特别 横着走了 刚才特别提到苏丹 早期苏丹国王有20万部队 跟这个所谓罗芳普 这个总长要打仗 差不多 怕不贏他 打也打不赢 打不赢 所以后来其实 但当然罗芳伯他这个人 也满有 满有度量的一个人 他基本上就是 打了一会儿 我不会消灭你 我只要你知道就好 所以后来 反而苏丹20万臣民归附 所以当时罗芳伯在这边 建立了很多 很多很好的体制 包括选举 选举的体制 你看这个是以前的 档案照片 早期那个遗云过去 很波波烂烂拿个长枪 就干了那一种 那这个以前的那个钱币 中间那个就是罗芳普 以前早期那个他们用钱币 一百块的钱币 所以早期 他之前还有发行钱币 所以他早期在这边建立 所谓三权体制 行政立法施法 在这边很早就实行 而且他们是用选举产生的 包括省长县长 总共有三个 三个长 全部都用选举产生 如果说选举 不选举也可以 那是用散让 找好的人 你传位给他 那经过人民同意 就可以 所以最早期 华人世界的第一个共和国 其实就是在沙巴 这个地方产生 就是罗芳伯建立 叫南方共和国 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败 跟着总统 或者是元首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一个家族的兴盛跟衰败 可能跟木有关 蒋伟国 他回了老家去看了一趟 发现蒋家的木有问题 究竟在哪呢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